到了周末假期,不少朋友都不知道深圳哪里比较好玩儿,在深圳有哪些适合一日游的好去处,下面小编就为大家推荐深圳这17个旅游必去景点,趁着周末假期赶紧出发,感兴趣的朋友们一起去游玩打卡吧。 1.大鹏索城。大鹏索城有600多年的历史,如今仍屹立不倒,是著名的古代军事堡垒。去大鹏索城的话,还可以顺便去,旁边的叫常委,东山寺湾哦。 不过小编不建议明天去,因为明天完了之后,回程应该会遇上返身车辆,堵车时间会比较长哦,建议可以平常周末去哦。 门票,无需门票。 自驾预约。2023年4月29日至10月6日期间的所有双休日,法定节假日,自驾去的话需要预约。 2.附近公交站。大鹏索城公交站。2.干坑客家小镇。 干坑距今已经有300多年的历史,是深圳十大客家古村落之一。 这里有保存相对完好的古建筑房屋错落有致。 古香古色,行走在这个被文青们称为小丽江的地方,有种穿越了的赶角。 从城门进去就开始今天的旅行。我们可以在小巷里走走停停,拍拍照,吃吃东西。 这里很适合拍汉服哦。 门票,无需门票,部分项目需收费。 地铁,10号线干坑站必出口。 3.唐朗山郊野公园。 唐朗山公园总面积约9.93平方公里,海拔430米。 唐朗山郊野公园将以自然山水为骨架,以山水林泉和动植物形成的自然景观和自然生态环境为特色,让游人在游戏中了解自然,享受自然,并自觉保护自然。 目前,唐朗山郊野公园有一条机动车道直通山顶,但为了游人的安全,此车道禁止私家车进入,其自行车可能目前还可以进入。 不过,附近登山居民一直抱怨,骑车下山者呼啸而下。 极不安全,可能以后自行车也会禁止进入。 4.红树林公园。 深圳红树林海滨生态公园位于滨河大道旁,占地21公顷。 福田红树林保护区是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也是国家级鸟类自然保护区,面积368公顷。 每当候鸟南迁过冬之时,红树林就成为了官巢,赏鸟,游林的好地方。 5.梅林水库。 梅林水库位于福田区大型住宅区梅林一村一辈。 唐朗山以西,正常蓄水位58.60米,保护区面积4.34平方公里。 这是一条户外爱好者喜欢的徒步线路。 空气非常好,人也不算多,一路沿着水库而行。 在都市里待久了,到这里会让你觉得远离闹市,和自然无比贴近。 6.袁博园。 全称是深圳国际园林花卉博览园是第五届中国国际园林花卉博览会的会址, 位于深圳福田区华侨城东侧的黄牛笼。 其规划建设得到了园林界人士的普遍赞誉。 袁博园占地66公顷,园区总体规划本着人与天条。 天人共荣的理念,利用园纸自然地貌, 营造出一个衣衫傍水,自然优美的总体环境。 公园共有四个入口,分别位于深南大道, 乔城东路、乔香路和竹子林寺路。 可依据您的交通线路选择最便捷的入口入园。 7.南投古城。 南投古城有近1700年的历史, 我们可以来这里寻觅深圳的历史。 南投古城近期刚改造完成, 比前更干净整洁了。 现在的南投古城, 还有很多展览可以看, 如果你喜欢看展。 所有展览看完, 不知不觉时间就过去了。 如果你不喜欢看展, 逛完南投古城, 还有很多事件。 那咱可以到附近的, 中山公园和荷兰花卉小镇看看哦。 门票, 免费。 地铁, 地铁12号线南投古城站。 8. 比价山公园。 比价山公园位于市中心公园北侧, 面积146公顷。 比价山公园是一片有十余座小山峰的秋陵起伏地。 其中三座主峰东西鼎立, 形同比价, 因而得名。 主峰海拔178米。 比价山公园内一建成草坪40多万平方米。 人公固两个, 草地滚球长二个, 开发了钓鱼区、 茶院等服务设施。 园内的艺术家画廊, 还经常有树画名家的作品绘翠, 在风顶吹着山峰, 俯瞰深圳世荣, 远眺海景。 很是惬意, 九, 文伯宫, 文伯宫的建筑风格跨越了秦。 汉, 唐, 宋, 元, 明, 清七个历史朝代。 这里其实是古玩艺术品国际交易中心。 爱好古玩的可以来这里讨心爱之物, 爱好拍照的也可以来这拍照哦。 文伯宫比较适合, 喜欢拍照和古玩的人来。 其他人去的话可能觉得没什么玩的。 如果你是喜欢拍照的, 还可以到文伯宫后面的文古庄园拍哦。 门票, 免费。 附近公交站, 文伯宫站, 地铁, 五号线长龙站A出口。 十, 华侨城湿地公园。 华侨城湿地公园的花草树木, 按照自己的方式肆意生长。 在这里我们还能观看到各种珍稀鸟类, 走到尽头就是湿地生态展示厅。 造型十分简约而时尚, 但是无论从设计, 设备, 还是展示内容看都值得给个好评。 去玩华侨城湿地公园, 别忘了去附近的欢乐海岸, 深圳湾走走。 门票, 免费, 但入园需要提前预约。 地铁, 九号线深圳湾公园站D出口, 向北执行至白石路与云天路交汇处即可到达。 一号线桥城东站C2或B出口, 向南执行至与白石路交汇处向西执行200米即可到达。 十一, 莲花山公园。 莲花山公园相信大家都知道吧, 早上去莲花山公园爬爬山。 这里的山不高, 爬起来不会很累, 全当锻炼身体了。 逛完莲花山, 可以去附近的粮馆看看展览。 莲花山公园附近除了粮馆, 还有改革开放展览馆, 观山岳美术馆, 深圳市工业展览馆, 深圳博物馆值得一去哦。 不过去博物馆和粮馆都需要预约哦。 门票, 免费。 附近公交站, 观山岳美术馆站, 莲花山公园站, 商报社站, 公交大厦站, 地铁站, 四号线少年宫站F1出口, 1出口。 十二, 香蜜公园。 香蜜公园景色宜人, 绿云艳阳, 湖泊荡漾, 如果没有亲自看一眼, 你会很难描述这一部异景的庙曲横生。 走在空中站道上面可以俯瞰, 正片荔枝园的风光, 还可以到玫瑰园赏花, 门票, 免费。 交通, 农林地铁站, C出口直走, 到第二个路口, 左拐直走两百米极道。 十三, 保安公园。 保安公园是休闲娱乐, 健身的好去处, 这里有一片大草坪可以野餐, 来这里还可以跑步, 爬山, 沿着主原路, 次原路或者五条登山道, 都可以登临山顶哦, 在山顶放眼望去。 繁华的都市景色尽收眼底, 门票, 免费。 交通指南, 五号线洪浪北C出口, 地铁口出来之后还有一定距离, 可以骑车前往哦。 十四, 东湖公园。 先有深圳水库, 后有东湖公园, 或者说公园的主体就是深圳水库。 公园里有一座可能是全国公园, 全国最小的山, 名为池庚山。 库下的傍晚, 水库大坝上凉风袭袭, 北望烟波浩渺, 山水相连, 南望万家灯火, 霍树银花。 还可以在这里享受烧烤的乐趣。 十五, 洪湖公园。 位于深圳市区, 笋岗丽娇桥东北侧, 公园游乐项目现有划船。 游泳, 大家乐舞场, 垂吊区, 摄影和健身活动等, 能满足广大游客的不同需求。 由于根据深圳市防洪工程规划, 在洪湖以北有一个制洪区。 因此, 筑水量达两百五十万立方米的这个湖, 就称为洪湖。 每逢盛夏, 洪湖公园的主题就是荷花。 百姆池塘, 荷花怒放, 畏为壮观, 石榴, 梧桐山。 梧桐山森林公园, 总面积五百四十一点四公顷。 森林复复率为百分之九十三点四, 梧桐山为莲花山系鱼脉。 最高峰大梧桐海拔九百四十三点七米, 是深圳市的最高峰。 登高远眺, 稀可俯瞰繁华的深圳市区。 难与香港大乌山对峙, 可饱懒香港新界的迷人景色。 遥望东南, 眼波浩渺的大鹏湾海面及美丽的大鹏半岛尽收眼底。 需要提醒的是, 人们在罗沙路上看到的只是小梧桐山。 其后更高的大梧桐山, 却少有人知。 十七, 荷兰花卉小镇。 荷兰花卉小镇是一个小小的主题景点, 以前是南山花卉事件, 在深南大道边上。 中山公园对面, 免费禁员。 十月份去的, 右侧有个小人公湖正在施工, 开放后面积会大些。 里面有些鲜花甲花店, 水族馆, 咖啡饮品店, 文艺小物品店, 正是这些。 吸引了不少婚纱摄影机构, 摄影爱好者跑到这里拍婚纱照, 拍人像。